一切未來沒有了 世事從來無法意料 了百了 一講學習放低 今年的歌都會用抗齒負面的詞 去宣揚正面的訊息 是不是你提議這個概念 還是收歌回來已經是這樣 我們是獨身正做的 這幾年的歌都是這樣 名字是我自己看完一篇關於《中道美加》的報道 非常有共鳴 因為我曾經都想過 當我失聲的時候 我都想過不如算吧 也有閃過這一刻 學習放低 是人生一個很大的普遍 很多東西都可以入口 愛情入口 親情 朋友之間的關係 工作 都可以去學習 做不做到 你說每一個方面都可以放下這個功法 我想我程度上 我不會以為我完全是可以放下所有的東西 但是有嘗試去做 你這首歌 今年這兩首歌很爆 大家都很大反應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所以我害怕了 所以我害怕了 我害怕了 同時 不是喔 上次才聽穎儀是結婚的 這麼快 這麼快 她搞了婚禮了嗎 這麼快大肚 不是不是 因為我最喜歡這首歌裡面 其中一首歌詞是 為美好生命呼叫 兩類於出生時必須呼叫 所以我覺得大肚的那張照片 是用一張有生生命的一張照片來代表 這個歌 當然又剛好有考量過上次的經驗 所以特地放了很大的感嘆號 如果都看不到的話 就是花水的感嘆號 今就是天意 最多的是 我喜歡被吹噴 全部下面都是 謝謝 好像很想看到這首歌 我是那種 不會很刻意去計劃 但是如果突然間 感覺對 可能會有些衝動 我發覺我都很喜歡即興 所以暫時 目前為止 都是做好一點音樂 因為大家跟另一半 剛剛事業上有另一個階段 所以 大家都在衝刺 會怎樣去維繫 都要經營的 首先我剛才說以前不喜歡表達自己 現在可能覺得有什麼對方可以做得很好的 我都會直接說 甚至WhatsApp說 我都會 就是要不說不舒服 可能他喜歡刺激的 玩幾段遊戲 我也會陪他玩 雖然我害怕 因為我害怕 但我又喜歡試 其實我也喜歡試新東西 但我是喜歡有盤的 我不喜歡獨自一個人去試新東西 所以 所以 我們都互相有inspire 他是一個比較藝術的人 還有 adventurous 冒險精神 這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令我大膽去試不同的東西 因為有人陪伴 我又把自己 一邊給我理智 organize 的東西 灌輸給他 所以我們是一個套一個燈 的